V仔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不就是光棍节来着吗 而且今天可是终极光棍节 因为今天是民国111年的11月11号 真的耶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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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独疑 虽然是旧极光棍节 不过也有人选在今天来完成终身大事 就是照片上看到的艺人许文恩 还有他的先生王家梁 他们选择在今天的上午11点11分 完成终身大事 新娘许文恩和父亲一起进场 王家梁等待新娘时就已经眼眶寒泪 许爸将女儿交托给王家梁时 王家梁接下新娘的手 这一刻画面相当感人 新人都感动犯雷 接下来要问问大家 昨天有没有人抢到了 这个南韩超人区女团 BLACK PINK 演唱会的门票了 真的超难抢的 你知道我们旁边有同事也在抢 就是他真的是转超久了 让他说他心跳真的很快 因为雅艺主播昨天有播 他有请朋友抢也没有抢到 真的很想问到底是谁抢得到啦 那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 这个是一家网咖的照片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萤幕都停在同一个页面上 他们就是包了算是半间的网咖 然后要来抢BLACK PINK 的票 但是他们包了这样一半 你知道他们多少人抢到吗 他们大概有10台左右吧 但只有一两个人抢到 真的是有够难抢的耶 好想还有一两个人啦 我以为会不会全数共估 那就是太悲伤的一个故事了 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来着了 真的 那除了这个抢票系统大趟机之外呢 现在还有网友发现 既然有人在卖黄牛票 甚至一张票喊到40万元 让很多粉丝都感到相当的傻眼 真的是不行耶 太贵了吧 真的是有点太过分了 那么主办方就表示 宣布将取消这四张的门票交易 座位将会被重新释出 主办单位在脸书发文公告 根据拓远会员服务的条款 禁止事项中的规范 该笔交易将被取消 座位也会被重新释出 像是二楼的132区 以及两排的303号 304号 也再次提醒切勿与官方系统以外的任何平台 购买二手票券 以免被有心人士诈骗 或该笔交易票券被取消而不自知 损害了自身权益 要跟大家说啊 除了这个票会有黄牛票 可能炒到大概40万左右 很夸张之外 现在就连这个订房网站 还出现了这个可能一天啊 就是他们来的当天晚上 竟然要价116万元 真的是太离谷了吧 对那对此业者也有出来说 那个是网站系统错误了 并没有这件事情 不过呢其实内行的粉丝 早早就已经也订房了 那像是高雄的万豪酒店就说啊 明年的3月18号 已经是满房的状态 幸运抢到票的粉丝也赶紧 抢定当天的住宿饭店 就有网友在订房网站上发现 住高雄的汉莱大饭店一天晚上 竟然要将近116万元 而且还不含税金 网友看了房价之后 直呼是可以看到舞台吗 还是可以跟Blackpink同一间房间啊 那实际询问汉莱大饭店之后 业者是表示那是订房网站 po错误的价格 他们的系统出问题 那高雄万豪酒店指出 在Blackpink公布行程之后呢 他们就出现了3小时内 被订走5间房的空前记录 那短时间内呢 7间房间也全部都满了 他们说啊 这个是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 过去即使是春节 也没有在短时间内 达到订房全满的状况 接着我要来问问小梦 你有在玩抖音吗 我有看 但是我自己比较没有发这样子 跟你说玩抖音呢 可能会玩出很多钱咯 怎么说呢 像这个25岁的大陆抖音网红啊 疯狂小杨哥呢 他们拥有破译的粉丝 喔好厉害 他破译粉丝 当然就有很多那个前朝会这样 涌入他们了嘛 人气其实有时候等于前朝这样子 那他们呢是砸了4.6亿的台币 把一些破坊 等于是破产卖掉的一个科技公司 给买了下来 希望呢可以把他们的公司给继续做大 大家好我是小杨哥 我是杨哥 根据陆媒报导 中国一位网红疯狂小杨哥 透过呢跟兄弟还有家人间的互动走红 在抖音上面拥有破译名的粉丝 并在去年创立了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公司 那疯狂小杨哥日前在社群上表示 他花了4.6亿的台币 购置了房产 打算当作三只羊的全球总部 他也指出买房是为了把公司做得更大 帮助大家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也强调是用公司名义买的 不是个人买的